变形金刚高人气角色盘点 第八名 飘移 专注于耍酷的双刀流战士 本是霸天虎成员的他因为崇拜擎天柱领袖魅力 转而加入汽车人阵营 作为帅子贯穿一生的男人 飘移的形象象及了日本武士功本武藏 除此之外 他还有着一把非常古老的剧剑 据说此剑的力量来源于主人的灵魂和火种 作为汽车人里唯一的三变战士 飘移不仅能变身为蓝黑色布加迪威号 还可以化身为军用武装直升机 而由于失去品牌方赞助 变武中的飘移也只能化身为此一档的奔驰AMG GT跑车 在香港大战中 由于飘移的自信过度 他不慎将一把剧剑扔出 从而导致了再也无法变身为直升机形态 果然装逼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七名 钢索 嗷嗷大叫的喷火恐龙又有谁能不爱 钢索本是6500万年前的普通恐龙 因被造物主用种子炸弹改造 从而成为特殊的机械生命体 而他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也就是恐龙金刚的老大 不过你可不能因为他快头大而小看于他 在与擎天柱1v1的决斗中 钢索放了一个太平洋的水 主打的就是一个人情事物 最终两大领袖强强联合 横扫了金破天所率领的人造金刚大军 而赏金猎人禁闭更是被擎天柱一剑捅穿 这下恐龙金刚才算真正的得到自由 不得不说钢索真是下了一盘好大的棋